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MagLo的時間 今集我們講一講話題 就是 Ryan Charr Ryan Charr 其實他由一個健身教練 成為一個 網絡熊人 背後的 辛酸歷史 其實大家都 很了解 今集我們特別研究一下 就是 Brian Charr 經常講過 自動吸客系統 Brian Charr 教你 如何建立一個 自動吸客系統 但有沒有人研究過 Brian Charr 的自動吸客系統 是怎樣的 今集我們不妨 講一講 在這個自動吸客系統 根基裏 根基裏 其實 我認為 他是瞄準了 兩類人 Brian Charr 本身 在他這個 business model 他瞄準了兩類人 第一類 就是40歲至60歲 在做公司的老闆 OK 他們的 教育程度 未必是很高 但又未去到不識字的 OK 所以 當他跟你講 把你的生意 網絡化自動化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輕輕的 就是 怎樣網絡化 怎樣自動化 從而 去聽他說話 所以 他瞄準的人 第一類 就是40歲至60歲的老闆 好坦白說 當一個老闆 公司或者企業的負責人 去到這樣的年紀的時候 即是他生意 是run了一段時間 run了一段時間 就肯定會有一些 卡住的位置 如果他 再跟你講 在你遇到棘手的時候 他跟你講 我有方法 將你的生意 網絡化自動化 那是不是正常 作為一個老闆 都會聽 因為做老闆的 很簡單 老闆本身 其中一個特質 就是 要解決問題 所以 這一類的人 正正就是 Brian 的射程範圍之一 第二類人 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 Sales的人 OK 我們大家都了解 做Sales的 其實 某程度上 等於 賣東西 其實都是賣你的人 那Brian 走到出來 就是把東西 做到最靚仔 做到最五光十色 即是 把這個 卡內機 那套東西 人性的弱點 全套 搭了過來 OK 然後 講到自己 是如何如何 成功的人士 這樣 即是 在Sales的角度來講 絕對是Buy 也是他射程範圍 大家都很了解 好了 這個是第一 他那個 Brian 的自動 Cover 系統的背景 就是 這兩類人 好了 其次 Brian 他 怎樣去做 這個自動 Cover 系統呢 那就很講 他的知名度 近來 他有一條 很野爭議的片 他怎樣去評價 一些他現時網上的廣告 大家都很了解 也不需要說 他提及過的就是 我有我的知名度 我的知名度就是 我下廣告 我有錢去下廣告 OK 那沒有了 那這樣東西 在原則上來講 他是沒錯的 有錢去下廣告 就是等於有知名度 即是等於一些名牌手袋 他們用很多不同方法去做一些廣告 那 Fashion Show也是一個廣告來的 其實 OK 那 即是 他用很多錢去做一個廣告 令到他有一個知名度 令到他有一個知名度 在原則上 絕對是沒錯 但是 你是不可以說出來的 Brian OK 那這個當然也有少少問題 好了 然後 然後 他提及到 他的知名度的時候 就是說 喂 用他的口文 By the way OK By the way 你不喜歡看他的廣告 我就點擊了Youtube 他 喂 這個是你Brian的態度來的嗎 OK Brian你不是喜歡要解決問題的人來的嗎 為什麼我不喜歡看你的廣告 我要點擊了Youtube 他呢 就是因為 你有預算做廣告 而我改變不了你 OK 他這一條影片 他這一番的言論 我認為他是故意的 他是絕對有計算過的 因為 他這個言論的模式 正正就是 講回他剛才第一類人的心態 四十歲至六十歲的老闆 他們已經創了業一段時間 他是故意將這一番說話 影射回給那班人聽 困緊著這一班的客戶 或者是粉絲 因為很簡單 作為一個老闆 是他的客人來說 他們當然都有一些自己的態度 OK Brian就是要塑造到這一個的態度 這個畫面 去給他那班粉絲 困緊他那班粉絲 正正就是這樣 而這東西 也緊構回他的知名度 當他做到一個態度 他其實他某程度上他沒有輸的 其實他某程度上他沒有輸的 你們這些人 在網上 又出了片 又在那裏拍Youtube 又說他串過馬糞 這樣 喂 你覺得我串過馬糞 你有本事給那麼多錢 給我廣告嗎 你沒有啊 我Brian Cha有了 OK 他是在做這個畫面 去製造他的客人 正正就是這樣 第三點 自動吸引系統 其實有沒有人覺得 Brian Cha和龍心很像 我自己 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很像 就是 甚至那些 用聲音 要用一些氣聲 去說話 就是 很難頂的 有時真的 還有 又流騷 兩個都 就是 整體的輪廓 都頗像 當然 眼耳口鼻 有些也不太像 這樣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就是 在這個 自動吸引系統 裡面 Brian 最終 就是會走向龍心化 龍心化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 因為 Brian Cha 你本身 就是用一些 口號式 和一些 誇張式 的言論 做法 去吸引你的客人 但是 人 是始終 會有 一個適應性的 甚至那個 是你的 已經成為你的客人 或者未成為你的客人 成為了你的客人 終於都會適應你所說的 未成為你的客人 那你就會想 我怎樣可以再令到這個人 是能夠成為我的客人呢 那你就一定會用更加 誇張 激烈 激烈 或者是 越來越 浮誇的做法 OK 那這個正正就是 將會發生一個 很大的問題 我認為 在Brian Cha的 所謂團隊裡面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它慢慢會演變成一個 是塵壓式的銷售 在現時 它的客戶群裡面 或者它想像的客戶群裡面 或者它潛在的客戶群裡面 總會是有一些人 是 它 sale一次 sale不到 sale兩次 sale不到 它可能會放棄 但是它都認為 所以 這班人 是可取的 Brian未必是這樣想 但是Brian的小孩 就一定會這樣想 OK 很簡單的 你看到 仍然在用Coach的形式 去做一個 一對一的對話銷售系統 的時候 你就知道 整壇東西根本是出事 完全是把那個 人生教練那套東西 放進去 所以 你見到的就是 它將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 整套東西 就是演變成 塵壓式銷售 Brian 作為一個金字塔的頂部 而它的鱗 就是它的Coach 就會是 下面那一層 好了 再下面那一層 就是 可能有 Coach 所拉回來 一對一 一對一對話 系統銷售的人 而拉回來的人 那 最底層那班人 正正就將會是 本身的股客 或者曾經中過招的人 我自己的演算呢 就是我覺得 Brian Char 整套這個銷售系統 將會是由八萬元降價的 整件事它將會作出一個價格的調整 那當然 多久之後會發生這件事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因為它都很看那個時勢 你看到它落這麼多錢去做這個廣告來講 那當然是它認為有危 就是有機 否則它不會扔這麼多錢出來 所以大家 不妨 就可以拭目以待 今集我們講了這個 如何去研究 Brian Char的銷售系統 不是Brian Char教你那套銷售系統 而是Brian Char的銷售系統